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SY是正整數 然後滿足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是二也一次方程式 那麼它們說它有集足解 那我們先來看 當Y增加的話X更是增加 Y可以從某一個正整數一直增加到無窮大 那X也可以從某一個正整數增加無窮大 所以基本上它是有無窮都不解 我們詳細給它分析一下 這是我把它移過去的話X是多少 就六分之多少 六分之這個是 不對喔 6加3Y 除以2 除以2 所以咧 那這個必須是正整數 那必須正整數的話 首先這一定要是偶數 因為這如果是奇數的話 上面加起來就奇數 這樣就不能整存 所以這個Y一定要是偶數 那所以咧 那Y偶數的話 最小的正整數的偶數就2 所以Y的話它可以從什麼呢 從2開始 2 4 6 8 這樣子 那這個X的話 它就會有多少呢 這如果2的話 3倍的 6 6加6 這12 這個就從6開始 6開始的話 那現在每增加 這個是每增加1的話 是增加3 增加3 那也就是說 它每一次 它每一次要增加2 它每次增加2的話 這就增加6 那增加6的話 這每一次增加6的話 除以2 它就增加3 也就是說 它每次增加2的話 它每次會增加3 這個再來就是9 我們看 這如果帶4的話 6加3乘以4 除以2 那這樣會等多少呢 會等這個 這12 12加上6 18除以2是9 因為這個是固定的 那這裡它每次增加2的話 那2乘以3就是6 每次增加6 除以2的話 就每次增加3 也就是說這裡增加2的話 這裡就增加3 那增加3就應該到9 加3就12 加315 一直類推 可以一直到達無窮大 所以呢 這個有無窮多數解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D 它有無窮多數解 它有無窮多數解 所以這一題